好密切我們剛剛看到 先恩追蹤專題的報導 中國對外的軍事戰略的野心 第一個目標標的當然看台灣 對其實這個事情 跟這一個這兩天的美國前官 顧問歐布萊恩 那被誤傳說 有所謂摧毀台積電計劃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我們還是再度來 全面的來強調 就幾個重點 第一個其實他雖然 談到說在這個訪問過程中講到 這個所謂台灣半導體 可能會被摧毀的部分 他強調 他是在指這個中國很難在 在這個奪台的過程中 那不商及這些所謂台灣的晶片廠 所以他這個不斷的說 他這個美國只有所謂的保台計畫 那會摧毀 或者是奪台的只有中國 這是他講話的重點 那最後他當然強調說 美國會全力來阻止中國奪台 讓中國認為說 在這個武力犯台的過程 非常的困難 不敢輕易嘗試 那這是他簡要的重點 第二個最近我們看到這個 英 美 澳 三國 歐克斯 三方的軍事聯盟 那拜登總統宣布 那未來將要替這個澳洲打造這個核動力潛艦 那這一個動作 被經濟學人解讀說 如此 未來將會大幅增加中國犯台的這個困難度 那我們簡單講一下說這一次三方的這個協議 其實有分四個階段 那在為澳洲打造核動力潛艦這個部分 第一個階段 美國將會先派遣這個核動力潛艦 訪問澳洲 那替這個澳洲的海軍來協訓 其實這個動作最近已經開始進行 先前我們就看到美軍有這個核潛艦 訪問澳洲的這個基地 那雙方也在進行所謂的演訓 第二階段是在2027年 英國跟美國將會派遣共五艘一艘 這一個英國的金敏級潛艦 那可能四艘這個美軍的維吉尼亞級潛艦 輪流駐防這一個澳洲西部 一個叫這個史特林的這個基地 那這個過程也是在為這一個澳洲 獲得核潛艦在暖身 第三個階段會進入到實質的替 這一個澳洲來打造核潛艦 就是說至少有三艘的維吉尼亞級核攻擊潛艦 提供給澳洲 那最後還有兩艘澳洲可以自己選擇 為什麼會保留兩艘的選擇權 因為涉及到第四個階段 這個拜登總統也直接談到 說英美將會以新的技術來協助澳洲 這個打造一型最新的叫SSN AUKUS 那等於新一代的下一代的這個核攻擊潛艦 這個部分英國會提供 所謂的這個潛艦本身的技術之外 美國也會提供包含像譬如說戰鬥系統 或這個艦上的VLS 這種垂直發射的技術 那來共同打造這個SSN AUKUS 那英國會首先採購 那接下來澳洲也會獲得 那全數總共會有八艘 這新型的核攻擊潛艦 那提供給澳洲 那來替換他現在六艘比較老舊的柯林斯吉 那這個部分經濟學人也解讀說 整個動作不是只有看在澳洲本身 而這是美國印太整個作戰計畫裡面的一環 那特別是他還中間談到說 從日本北面的日本 先前美軍成立包含像濱海作戰團MLR 還有這個提供日本四百枚的戰斧巡迷飛彈 那往南這個等於說到菲律賓的部分 那美軍也這一個增加 所以在菲律賓使用的基地從五個可能未來會增加到十個 那最後一道是澳洲的部分 那澳洲部分甚至美軍的海軍部長戴德羅都坦言說 那這個澳洲的海軍基地將來未來會成為美軍在中國附近最重要的基地 那這一個部分我們解讀說他為什麼不是講日本 主要是說美方當然也擔心說過去的兵推裡面顯示說 解放軍可能在襲台過程中也會以大量導彈去襲擊駐日美軍基地 所以澳洲基本上來講地處比較遠的距離 可能可以避免類似這樣的一個攻擊 那當然還有包含像先前核武器都進駐 B-5CHO戰略轟炸機六架 至少也要這個輪防這一個澳洲的部分 所以換句話說美軍把整個最重要的戰略嚇阻的力量 直接是擺在澳洲 所以未來加上核攻擊潛艦八艘之後 其實除了南海甚至核攻擊潛艦他的特性 因為一般傳統彩電潛艦基本上可能最多十餘天 就算你有AIP的這個系統也要浮上水面來充電 但是核攻擊潛艦至少可以水下 在被發現的情況之下執行秘密任務至少長達一個月以上 所以這樣的情況不只說南海可以活動 甚至到台海到東海 這個美軍都可以全面來監控中國的這個水下戰力這個部分 那當然除了澳洲的這個潛艦 這個往新的一頁發展 那先前也傳出說英國除了協助澳洲之外 那過去也秘密協助台灣進行所謂IDS 這個潛艦國造的部分 潛艦國造那去年這個等於說路透發射他們的國貿部門出口的 這個管制的相關的協議中間有25項 居然就是這個潛艦的零件跟技術高達台幣63億 那這個部分事實上確實英國過去幾年 你默默在協助台灣包含最困難的 因為打造潛艦第一步 最難的就是獲得潛艦藍圖的部分 所以英國在協助台灣的潛艦就了解 在設計的部分有很大的助力 包含像我們現在外界已經曝光的 我們的國造潛艦在約末2000噸的這個噸位之外 你看他還尾部是採取這個X型尾度 有利於這個在這個水下做底 這些事實上大概都是來自於英國的協助 那還有包含像水流測試等等這些其實過去幾年 大概英國都有這個相關的人士在協助台灣 那還有包含像美國當然會提供所謂的戰鬥系統 那也有外界說是不是英國也有提供所謂的紅區裝備 那紅區裝備確實是最難獲得 包含像魚雷館這些 那當然其實就我的瞭解 也不只一美兩國 還有其他國家也有協助台灣 那這樣的一個整體戰力的布局 其實我們簡單盤點 如果以中國現有七十九艘潛艦 那不過中國的潛艦裡頭 大概只有十二艘是屬於核動力潛艦 包含像六艘094 六艘093 那總共十二艘 事實上跟美軍目前來講 至少還有七十艘潛艦 而且全數都是核動力來講 雖然數量是可以匹敵 但是性能還是槍差非常大 那未來如果加上日本至少有二十二艘 傳統動力潛艦 台灣未來會打造八艘 還有現在至少有兩艘建龍機 那澳洲也獲得八艘的話 基本上對整個中國在水下 也可以形成一個非常有力的一個圍堵的態勢 那對中國武力犯台 當然有非常大的一個注意 那最後當然還有最近看到這個外媒 金融時報也發現說 中國不只在南海持續的這個軍演藥武揚威之外 企圖要控制南海在南海的島礁軍事化之外 現在也把手伸向水下的這個海底電纜 那最近英龍時報就發現說 有一條 這一個從日本延伸一路到台灣 到香港越南 甚至最後到新加坡這一條海底電纜 因為穿越南海 最近被中國不斷的干預 那這一條海底電纜叫這個東南亞日本二號 那基本上大概有台灣的中華電信 中國的中國移動 還有包含像美國的 臉書的這個母公司Meta擁有 那不過在這一個申請過程中 被中國不斷拖延長達一年的時間 那這一個部分國際學者也認為說 這有違國際法 因為一般來講國際法規定 大概除非你海底電纜鋪設 進入所謂的12海裡的這一個領海 才需要向當地國來申請 但是這些海底電纜並沒有經過 而且可能是在12到200海裡的經濟海域 但是中國卻以他這個行進香港為由 認為說可能中間會有間諜的系統而進行干預 那這個部分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已經開始全面在南海 他要彰顯他的這個實質掌握的情況之下 也把手伸到海底電纜 這個部分外界擔心 當然台灣恐怕未來通訊也會遭到波及